的確我們的地球的這個天氣現象是比較極端 但是極端是不是 未來會是一個常態 我們其實並不能夠說 將來就是這樣 不過看起來它是一個趨勢 我們光是拿過去的三年 看台灣午後的雷震宇好了 台灣午後雷震宇 你記不記得氣象局 把他的降雨的標準也調了 他把降雨的標準也調了 比較高 我們的所謂的蠔雨 大蠔雨 超大蠔雨 也變得這個 這個數字也比較高了 不過我們真的要面對的一個就是 越來越極端的一個天氣現象 包含台灣地區是這樣 全世界每一個地方都是這樣 近期鎖定新台灣加油